在日本东京,胡冰调试后同场演绎结婚礼服谁更有形? 如果我结婚的话,他会帮我设计最漂亮的结婚礼服 胡冰结婚了,镜头前的一袭结婚礼服打扮,把他衬托的郁佳高条挺拔,帅气逼人 原来,这是在东京举行的一场名为《亚洲之风》的婚纱发布会 设计师向我们展示了来自中国、韩国以及日本的民族结婚服饰 胡冰神穿的这件礼服融合了中国元素 相信如果在婚礼上穿,一定会非常喜情好看 我也跟郭佑美小姐讨论过 如果我结婚的话,我一定会请她帮我设计我的婚礼服 然后呢,郭佑美小姐也说她会帮我设计最漂亮的结婚礼服 除了胡冰之外,来自韩国的著名男演员朴诗后也成为了现场矚目的焦点 杨师傅领出演播热门剧《检察官公主》而走红 她塑造的徐病一角征服了广大女性观众的心 被称为拥有完美侧脸的她 在日本地区也非常有人气 她的出场引爆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她的出场引爆了 有美丽的婚纱可以仰眼 又有著名的明星 让人坚强 总是这样的发布会 一定是皆大欢喜 完美谢幕